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新一区公所 在老师的说明指导之下 拿起桌上色彩缤纷的面团 就开始塑形了起来 他们揉捏的其实不是面团 而是纸粘土 这堂课是专门为新著名家庭 安排的首作粘土课 今天我们在新一区公所 跟我妈妈跟姐姐做纸粘土 放松心情在捏它 然后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图案 都是这样子可以放松心情 很好玩 都是很有趣 可以自己亲手做 还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 做出来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样训练小朋友的动手能力 然后妈妈也跟着体验一下 自己的童年没有玩到的 对 非常好 为了提升新著名与子女之间的 感情与照顾的品质 特别是新一区公所特别规划 113年新著名家庭亲子手作班 课程完全免费 邀请专业的首作老师 教导大家纸粘土工艺 让亲子合力制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 那我们举办这个新著名的活动 当然也是希望说 借由这样子的活动 让他们更加感受到 我们台湾的这个热情 然后让他们更加迅速的 可以融入在我们这边的生活里面 新一区公所表示 每次推出的新著名课程 都相当的特别 也受到民众的欢迎 报名相当的踊跃 不论推出什么课程 几乎一推出就秒杀 区公所希望借由与社区互动 帮助新著名家庭 在台北能够找到归属感 教杀花肠报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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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